我們知道現在中國跟印度的關係 非常的緊張 可能沒有想到 這個關係緊張到 連工廠裡面都出問題了 台北有一家公司叫振威 我們在印度設廠 卻受到破壞 誰破壞 一個中國工程是破壞 中國工程雖然講說 它背後是中國的廠商 力訓阻止的 對 沒錯 事實上現在中國跟印度的關係 非常緊張 但是呢 台商跟中國大的企業 現在為了訂單 打得更是火熱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這個我們台灣的振威公司 他到印度去設廠 為什麼到印度去設廠 他到印度的這個青奈這個地方 因為他的客戶是蘋果 蘋果有一些這個 包括說連接器線 或者很多訂單 要給這個振威 所以振威到那邊去設廠之後 結果沒有要設廠之後 因為他們在那邊有很多生產線 結果從中國到來的一個工程師 名義上說 我要進去你們振威的這個生產線裡面看 結果沒有想到他進去裡面之後 保潔知道做什麼 他居然破壞 他破壞了 他怎麼破壞 對 他進去之後 因為他懂得這個機台 這個機台可能重要的地方 我把你的線拔掉 或是把你的機台移位之後 破壞了75個這個地方 結果沒辦法被正位抓到 正位抓到就是說 你怎麼來搞這些東西 太誇張了吧 馬上就爆當地的警察 爆當地的警察之後 這個工程師當然就被抓 被抓之後 人家就問他你是誰 他就說 我是從中國來的工程師 我姓芳 那你為什麼來這個地方 他說我是受到ICT的這個指示 ICT是誰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ICT就是力訊精密 也就是說是力訊 買通我 要來這邊把你們這個工廠破壞 那破壞的時候 那他給你多少錢 他說那個力訊 付給了5萬人民幣 所以我就來這邊破壞 那抓到他之後 為什麼這個非常值得大家留意 保健你知道嗎 力訊的老闆王來春 他以前就是從正位出來的 是喔 對 正位是郭台搶 郭台銘弟弟的公司嘛 所以他還來這邊破壞 所以你說到現在呢 因為為什麼 這個沒有人情義理了吧 他們為了搶訂單 當然就是這樣 尤其正位的 尤其力訊的老闆王來春 就是非常 他就一定要這個訂單 所以他就來這邊破壞 那你看這個破壞之後 今天 於是今天又有一個新的這個消息 這個新的消息是什麼 因為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今天 我們這個報紙上就穿什麼 郭台銘下令他成立一個專案 專案是什麼呢 把力訊所有的技術 擴張計畫 招聘策略 還有背後有什麼 中國大會的這個 完全都給我查清楚 他在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叫做擊潰力訊小組 他要徹底擊潰力訊 對 那就因為為什麼 力訊跟他講的 王老生最早 是他的工廠 沒錯 是他的組長 他是一手拉拔出來的 在這個力訊的廠房裡面 都是郭台銘的語錄 對 沒錯 力訊的王來春 最崇拜一個人就是郭台銘 而且郭台銘的所有語錄 都在這個力訊的工廠裡面 結果現在呢 因為力訊現在成長非常快速 因為庫克刻意要扶持這個力訊 那庫克刻意要扶持力訊之後 他就變成是郭台銘的這個 鴻海被擠壓 所以他就成立一個這樣的小組 結果今天你知道 發言人體系全部都去問鴻海 鴻海說有這件事嗎 鴻海只回答三個字叫 這不是事實 不過呢 這個力訊在崛起的過程 你就知道說 其實他真的擠壓到很多 台灣廠商的這個研發 那你知道力訊 你看我就跟他講 現在台灣跟中國大有很多產業之間 現在是要互相廝殺的一個局面 為什麼互相廝殺 你知道這幾天有很多消息 包括說中興半導體不是被制裁嗎 中興半導體被制裁之後 那好到什麼 好到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包括說華邦店 包括旺宏就說 我們接到來自蘋果的這個訂單 那包括最近 最近的大力光就跌得很慘 為什麼 因為大力光的訂單 被中國大有的這個歐飛光 跟他們的順雨光學奪走 所以現在兩岸之間 已經沒有 你知道過去什麼讓利 保證現在不是讓利 現在台灣跟中國大有的廠商 在進行一個你死我活的大血拼 你死我活的大血拼 對 現在是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有一個振奮台灣的消息 就是微軟要來台灣投資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已經講過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講更多的細節 事實上這次微軟來投資台灣 真的真的非常不一樣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事實上目前微軟在 全世界有60個資料中心 在亞洲有目前中國大約有四個 那這個新加坡一個 香港一個 但是他說 他昨天的講法就是說 台灣現在有新增一個對不對 這個叫做亞太雲端中心的中心 也就是說這個是最高位階的在台灣 那除了最高位階在台灣之後 他還成立另外一個叫 ASHE的這個單位 ASHE這個單位是什麼呢 這個單位其實呢 是這個微軟的總裁 他設立了一個就是 研發所有雲端中心需要的硬體 還有所有的東西 這個編制呢 全世界台灣是第二個 第一個在微軟的總部 這是第二個 那第二個的話 他會直接從微軟 調120個工程師來到台灣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呢 還要跟台灣的工程師互相合作 所以台灣未來在微軟的版圖裡面來說 他是把它提升是 地位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 雲端中心 對 所以這個昨天的時候 這個劉洋偉董事長 現在的這個鴻海董事長就有去嘛 還有很多台灣的 包括說什麼什麼廣達一些都有去 所以那未來這個微軟在台灣的投資 將是一個破天荒的這個機能